不定期的都在列管馬總統證件 我們看到1月21號都還發新聞稿 原考會都還發新聞稿 題目就叫做馬總統證件已完成46項 已執行中占6乘2 證件已經有6乘2在執行 然後呢每天每天都在列管總統的證件 這本來就是原考會自己的工作 怎麼會突然之間又要用250萬 在520的時候要去決標 叫大家在研究總統的政策形成落實執行跟成效評估啊 以原考會立民來委託研究 絕大多數都是一個案90萬 都是一個案90萬 這一個案學術界的人士表示說 第一個它根本不是學術研究的題目 這根本不是學術研究的題目 第二個這根本就是原考會自己應該做的工作 第三個超乎行情的三倍 請問這是拍馬屁還是準備要靠賞助選的工程 要靠賞這些政策形成的時候的這些智庫或者是智庫的成員 有沒有這種嫌疑 我們認為有高度的這種協議不管是拍馬屁 或者是要靠賞助選的工程 我們從這種事情都看到 這個政府真的是病了 這是我們今天要揭露的第一件事 這個部分我們請突爾原先補充 這個我們也是在學術界待過 也在政府機關待過我們都知道 現在的問題是哪政府錢太多 人民錢太少 人民錢太少了 但是政府用各種借貸的方法也好 用擴大內需的方法也好 去每天都是借十幾二十幾億這樣子來借錢 來花錢 那幹嘛 當然就是給裝腳啊 當然就是給申請工程啊 我們看到的是目前那麼其實民進黨立委 管閉林跟徒醒哲他們在舉行記者會 抨擊的是研考會的標案 他們認為花三倍的錢簡直就是浪費公帑 而針對原健身的部分 稍後我們閉林也會再來做這個陳述 稍後我們再帶你們到立法院 來了解這些情形 接下來帶你們看看衛生署長葉金川 最近似乎真的很忙 因為忙著防疫 還忙著來做這個廣告 當然這個廣告是公益廣告 那麼其實昨天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大家被問到他說 防疫是不是會戰戰兢兢 他說他當然會怕 因為如果做不好的話 恐怕飯碗就不飽 而另外一個讓大家覺得 比較引起爭議的 是昨天他的老師 那麼投書給媒體 針對最近溫生署的防疫做出了批評 結果他居然說呢 批評的人很多輪不到他 這句話今天也引發了綜藝 失業 讓你說話看 我來幫你想辦法 我不會失業 小妹妹的童言童語 現實中還真的不小心戳到葉金川的痛處 沒說問你會不會失業 然後你覺得 會啊 很快啦 就覺得這個疫情控制不了 就失業了 如果失業了就滿麻煩的 要趕快找個人 要比我能幹的人來接手 沒有關係 他失業我會養他 聽得連泰座都捨不得了 甘願拿教書的錢來養兩個人 波抗流感還真的非夜景傳不可 H1N1疫情拉緊報 他簡直忙昏頭 日子難過還是要過啊 沒有人壓力比我大 但是還好啦 每天都可以克服這些問題 署長每天早上5點自動醒來 7點前進辦公室 中午跨部會議完 有時候還沒來得及吃飯 就得到疾管局坐鎮 行程滿檔真的好累 看看署長累汪汪的雙眼 讓人很同情 眼帶眼圈也比先前深得多 皺紋更是於日俱增 要批評人多的是還不只他一個 他還輪不到他咧 面對醫界對會宣署防疫的局疑 葉景傳難得這麼犀利 署長壓力大 會議陣還真不少 三立新聞公司 陳惠義 台北報導